哈喽,大家好,就说一下智慧是伟大的。 嗯,你比如说,人类的进步啊,文明的进步啊,我们怎么团结到一起,就是靠智慧。 智慧是不变的,它也不变,因万变。 它会把呢,人呢,从混沌中拯救回来。 比如说我,其实我没有很上进嘛,虽然有一点点上进,本来就还算可以吧。 但是呢,嗯,但是其实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,那么的上进,像哈佛呀,斯坦佛啊,牛津剑桥,照这些能人那么上进。 又很普通啊,整天其实有点红红饿饿的。 但是呢,学了佛法之后呢,它让我学,做的事儿变多起来了。 就是我很自发的去学习,去看书,去做事儿,去锻炼,去运动。 这让别人看来,因为有遇到很多人嘛,好像在他们看来,我还蛮上进的哈,也不红红饿饿饿。 可是这些变化呢,都来自于要明白一些东西,这就是智慧的伟大。 真正改变人命运的东西。 阿弥陀佛